北京的气温热的让人发昏 现在呢我在北京的中湾村 哈喽大家好 我是滕叔叔 今天我来北京的中湾村 只要去三个地方 一个是顶好 另外一个就是之前的保时街 还有一个就是新中湾加欧美会 我毕竟也在中湾村这边工作了八年 上一次来中湾村呢 还是去年年底 北京下那场大雪的时候 过来走了一圈 但是当时下大雪 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呢 今天再过来看一看 看中湾村这边 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前面这边呢 就到了之前的顶好 这个呢是顶好北边的楼梯 这边呢 以前是爱奇艺大厦 现在正在改造 前面这边呢 就是理想国际大厦 就是我以前上班的地方 还是蛮怀念的 可以看到呢 顶好这边现在还得装修啊 去年过来的时候 这边就得装修 现在还得装修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装修好 还蛮期待的 今天应该是混得进去看了 我们过街 到这边以前的美加电影院 这边转一转 这边都变成了一些快销品牌啊 前面呢 这边就是顶好 可以看到顶好 现在还得装修啊 我们现在来之前的这个美加 这边来走一走 转一转 中关村五号霸王茶季 那看来这里面有什么 这好多外卖小锅子在这 这边呢 都改成了一些吃饭的地方 感觉现在这边全是吃的 好了 我们从这个门出去 前面这边呢 就是微软 在这边呢 就是新东方 以前呢 经常在顶好这边买电子产品啊 但是买一些小的 什么网线啊 音箱啊 这些大的电子产品 敢在这种电子商城吧 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电子商城的倒闭呢 是线上的电商 还是说这边的服务态度 你们在这边也没有什么经历呢 欢迎大家在这边留言 这边是以前的一世界 那现在就来一世界 看看这里面 现在是什么样子 还是不是以前的电子商城 那种样子呢 哦 这边现在 变成了写字楼 今天外面还是很热 走了没两步全都是汗 所以大家夏天要是来北京玩的话 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 前面这边呢 就是保时街了 保时街正在改造 不知道后面会改造成什么样 善园街 希望大家在我的视频里面 能接善园呢 这个保时街的对面呢 这边也在进行改造 这边呢 就是以前中文村这边的保时街 前面这一块呢 就是欧美会 之前在这边上班的时候 也经常在这边吃饭啊 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怀旧之旅 毕竟离开中文村已经有8年了 在这边工作了8年 离开这边也有8年 现在写的叫名展购物房场 后面太热 来上场逼鼻鼠 鼻鼠降温 好 生产里面果然凉快一些 这边的布局感觉跟之前差不多 请回答2024 我们从这边上去 这边是一个超长的电梯啊 这个是欧美配现在的现状 现在这边呢 都开一些时下最热门的一些品牌 这边还有鱼腕 我们从前面一层一层下去 二层呢 也是一些卖衣服的 优衣库还在呢 所以优衣库在这边好多年 十年了吗 差不多 这个Pocket还是挺方便的 我来到手上拍 都没有几个人注意到 真是揭开神器啊 它的攻击心太小了 我觉得从这边可以直接去 星中湾那边 这边还是买一些糕点的呀 好不好马特也在这边开了好多年了 从这里呢 能直接进入星中湾 这边还是有好多的广告啊 前面这一块呢就是星中湾 这个喜架的还有这个 后苦闹面 在这边好多年啊 然后这边是什么霸王茶几啊 什么的 这是上班日的星中湾商场 人能量还可以啊 这边比欧美会那边人要多一些 不愧是脑白的商场 这边呢是未千拉面 遇见小面 人脉深秋 也是好多的吃饭的地方 这一层都是吃饭的地方啊 这边呢是脑香剂 之前过来吃一次感觉还不错 这边还是电影院呢 之前在这边还看过电影 看到画皮 十多年前的事 现在呢这边也是一些奶茶店啊 什么的 感觉星中湾要热闹一些 这个呢就是星中湾那里的情况 我们从前面这边呢就撤了 就去海灵荒庄地铁站 这边以前都是卖小吃的 现在还是卖一些小条什么的 哇出来就好热 今天呢在北京中湾村这边晃了一下 稍微转了一下 发现很多地方正在升级改造 还有很多地方保持着原始的味道 更期待以后的中湾村改造 升级以后的样子吧 我也是不是再来中湾村这边走走转转 来给大家放一些中湾村这边最新的情况 这个呢就是通往地铁站的路 两边呢还都是广告什么的 好了今天的Vlog呢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个Vlog再见 拜拜了 欢迎大家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请不要忘记点击加关注和一键三连咯